小姑娘 小姑娘 你找谁啊 阿姨 我找我爸爸 找你爸爸 可是这房子都好多年没人住了呀 不会吧 我为了好久才找到这里 为了好久才找到这里 那你是在哪儿来的呀 我从乡下赶了一天的路才找到这里 我姥姥给我说的地址明明是这里呀 这个房子都好多年没人住了 你一定是找错地方了 你赶紧回去吧 可是我找不到我爸爸 我姥姥可怎么办呀 你姥姥 你姥姥怎么了 我姥姥生病了 是我姥姥让我来这里找我爸爸的 你姥姥让你来的 你姥姥多大年龄了 是不是你姥姥年纪大了 把地址给你搞错了 不会呀 我姥姥说着我写着 明明是这里呀 我看看 幸福里 二单元 二零一 这不是我家吗 啊 你家 对呀 这就是我家呀 这 我家在隔壁 不是 你刚才你说你来找谁 我来找我爸呀 你确定是这个地址没弄错 没有阿姥 我姥姥躺在病床上 好多人都听到了 我记下来的 那你爸 叫什么名字 我爸 叫严大壮 什么 严大壮 那不是我爸 那不是 那不是我老公吗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再说了 我和他虽然是二婚 但 但也不可能 他有你这么大个孩子呀 是真的阿姨 我爸爸十九岁的时候 就有了我 这么算啊 也差不多 可是 他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他还有个孩子呀 阿姨 是真的 那 我爸爸他在家了吗 他不在 他竟然埋了我这么多年 那阿姨 你有他电话吗 麻烦你联系他一下 我找我爸爸 有点急事 他出差了 好几天才能回来呢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阿姨 你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 你给他说一声 他女儿来找他了 那行吧 我打头你跟他说吧 干 喂 老婆 爸 我是小方 小方 你 你怎么拿你阿姨的 不 你和你阿姨在一起啊 是的 爸 我老老生病了 不到万不得已 我也不会来找你的 他现在继续要钱做手术 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都成了爸 我跟他家 早就断绝关系了 严大壮 你可真行啊 埋了我这么多年 还有这么个大闺女 老婆 我不是故意 等你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阿姨 阿姨 你怎么把电话给我关了呀 我还没说晚话呢 给我爸 先别提你爸了 说说吧 你这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姨 是姥姥从小把我带大的 自从爸爸和妈妈分开之后 妈妈也不知道了去向 这么多年 都是我姥姥一个人 靠收费品 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可是前两天 她突然病倒了 医生说 还得需要一大笔钱来做手术 可怜的孩子 别说了 你姥姥在哪个医院 在人民医院 走 咱先去医院看看你姥姥 老婆 千万不要听小芳说的话 千万不要相信她 什么